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1日 加拿大今天特鲁多也出来讲 前两天是说出于对这个国家安全的关切 把中国电信华为中心排除出他的5G网络 说已经用了他们的设备了 应该拆除 这个事情美国之前也已经做了 有些地方还装着华为的这种通信设备 他们也开始拆除了有动作 现在不知道拆的怎么样 反正很久之前就开始拆了 现在加拿大也这样说了 他说中国的电信公司进入加拿大的电信基础设备 可能趁机从事间谍活动 然后北京是对此是否认的 中国是否认的 那你想这个 我就想到这个 这个政策 其实加拿大跟美国是一起的 美国他怎么干的话 他这种 包括墨西哥北美那一块 你知道吧 他的电话卡什么的 都是美国加拿大随便用 墨西哥本来就加拿大免签 然后他去美国墨西哥护照 美国好像也有免签六个月 好像也是免签的 墨西哥美国到美国 我那个朋友不就是吧 他不是随便去了吗 对 咱们直接就开车过去了 不知道 是不是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也是办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墨西哥 就是说有护照的知道 墨西哥没护照的人 才他妈的烫那个水过去吧 去美国 要是有墨西哥护照的 估计他就直接飞过去也没啥 就算办签证也很好办的吧 就是有墨西哥护照的话 就正常人一般人 正常生活这种公民 所以他那个电信啊 他那个手机卡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 没有卖邮费你知道吗 不像中国 你他妈出过上海 给你加卖邮费 那都畜生电信公司 你知道吗 像你像整个北美 你的电话卡都通用的 然后流量 什么短信什么的 这些都没有什么漫游 这一说 就根本就没有漫游 这一说知道 他们就懒得赚那几个屁钱 根本就不去搞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觉得 呃 那加拿大 美国进的话 基本上这个 当时加拿大 已经注定了 就现在 他他现在才这样说 就是特鲁多 这个这个 这个搞的太太二了 这个这个特鲁多 这个这个 这个总统比较二 他现在才站出来说一下 还是表现的很很 表现的就是说 啊我我理解大家 我理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 但是必须得做的事情 怎么怎么样 就就这样说一下 反正这个家伙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这个中国政府怎么怎么好啊 就是他喜欢中国的政府啊 然后之前又觉得中国的经济怎么怎么强大 我才你现在看你再再站出来讲一下 中国经济团的 现在加拿大对特鲁多这个 呃 意见也很大 对吧 今天拜登也是 拜登的福克斯搞了个新闻 福克斯是反对这个民主党的嘛 就是站在肯定是跟民主党是站站对立面的 但是他他也他也说了一个新闻 他说拜登的民调可以在更低点吗 出了个新闻是这个标题是这个 反正就是说说回他这个电信 他们就是通用了 美国进的话这个加拿大必须得进 否则他们是你可以从加拿大黑到美国去估计 如果加拿大有有你的硬件设备的话 但是呢你说你考虑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中国这些电信设备 所谓的他说这个5G是世界领先的设备 对吧 我也我也承认他是世界领先的 我承认的知道吧 但是他这种技术是属于说 你像5G的那个通信塔 他非常的耗电 辐射量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他这个根本上 根本上说他是怎么超过4G 成为所谓的下一代的通信技术呢 就是靠堆料 靠加大他的能耗 你知道吗 就是你去 比如说你参加田径赛跑100米 我给你打个打个兴奋剂嘛 不行给你打一针不行给你打十针嘛 是吧 就让你跑的更快了嘛 那你是跑的快一点吗 是快一点 但是你跑完就嗝屁了 打了十针兴奋剂 你没有考虑到能耗啊 对辐射啊 对环境的污染 你什么都没考虑到 知道吧 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5G设备 5G通信设备的一个本质 就是说他怎么个先进法 你说是先进吗 是先进 但是你说你当当这个 当时之前中国很落后的时候 像美国这些思科啊什么的 这些有通信技术的什么诺基亚 艾利索尼艾利信这种 这种通信公司把设备技术带到中国去 中国怎么没说他们搞间谍呢 你说中国怎么不说我不用你们的设备 你们会对我们国家造成安全 造成这个你们会间谍活动 会你们政府 你们美国和这个这个美国政府 可能趁机对中国政府实施间谍活动 他怎么不讲呢 因为你他妈不用你现在还住在洞穴里 你知道吗 你你你没办法经济发展 知道吧 所以就是这个 重点你你你当时 所以你不能跟别人一样 那人那那你说你的设备如果更先进 然后别的国家 你说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 为什么不去用中国的通信设备 用了不是可以经济发展 可以赚钱吗 那确实他们也可以赚钱 你想中国那些烂设备那么便宜 对吧 然后你一买一大堆 那么便宜 你要多少给你多少 然后就便宜 我说不出其他的有点了 我想再说几个 但是好像就便宜 没了 便宜你就可以赚钱了 这一个就够了嘛 对吧 你能赚钱了呀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用呢 对吧 他们傻逼吗 只有你中国人聪明 是吧 当时呃 中国这个科技落后 通信设备落后的时候 你让他们进来 进来以后再造个防火墙 把这些公司赶出去 把技术偷过来 我造个他妈廉价的造个这种 把他芯片偷过来 到现在都一直在偷 只要只要人家说 只要只要人家不卖你核心的设备 就是你要知道 中国的通信现在 中国的这个这个高科技这种芯片什么的 只要别人不供货 只要美国不供货给你 只要美国发个禁令 全世界不卖给你芯片 那你马上就完蛋 你像中兴也是被这样打趴下的 华为也是被这样打趴下的 那你是那你是在搞啥呢 对吧 然后你还搞了个防火墙 搞了防火墙让别人不知道 然后跟这些防火墙里面 啥都不知道 啥信息都没有 这些人讲说 我们中国最牛逼了 中国技术 这些全是中国技术 什么小米啊 什么华为啊 全都是中国最牛逼的技术 全是全是中国的技术 对吧 你Vivo 你说就等于他妈给他打广告 那个太太太有太刺了 就是 你说你把他们改 为什么别人 就中国这种方式比较聪明呢 别人为别的国家 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美国加拿大 为什么直接就禁都不让你进 直接就不用你的设备 直接就说 就说出这种 说出这种 我们不需要更先进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不行 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什么方式 就是你发展经济的方式 是什么方式 靠别人认识 你像美国加拿大禁止你这个设备 然后呢 然后呢 背后呢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发展6G 低能耗 同样通信无延迟 同样在 同样作为下一代的这种 高速通信的这种 这种无延迟 然后另外一边 马斯克全 整个地球不卫星 有个 他那个 他那个星链的卫星 他妈的 整个地球已经罩住了 就像一个网一样 已经罩住了 他还要发 还大概现在只发射了10%的卫星 两三千颗 对吧 他要发两三万颗嘛 两三千颗卫星 已经把地球 整个像网状一样的 全部包起来了 你知道吗 实际上现在 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已经可以用了 就是慢一点 你知道吗 等他发到两三万颗 那就6G了 知道吧 那就没有什么手机 SIM卡这种 这种屁事情了 你手机直接就WiFi了 就这种了 他们在搞这个东西 那到时候中国你就往进也进不了 对啊 那你说哪个 到底哪个赚钱呢 对吧 我们不说什么 搞间谍什么的这种东西 你说到底哪种方式赚钱 你中国 虽然说 你中国的做事情方式是 让这些公司进来 然后你做个这种 这种模仿的挺像的一个东西 然后核心的这个部件 硬件芯片什么的 还是用人家国外的 然后你你现在怎么赚钱 对吧 你这个你这个设备便宜 靠你的东西制造的便宜 因为你这个制造这些东西的工厂的工人便宜 你靠的核心中国中国赚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式啊 你出来是什么 就是靠人便宜 知道吧 就是靠你每天吃吃吃的东西比别人吃的廉价一点 靠这个东西 你靠这个东西在国际市场上赚钱 在国际市场上说 我这个最先进 你这个设备先进先进在哪里 先进在你他妈的人吃的更差 人他妈活的生活水平更低 每个人的福利待遇更烂 像我有本事吧 这个是你的优势 哎呦你把这个东西当优势 哇塞那真的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国家 没有国家有这个脑子 对吧 别的国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进这个设备 基本上 基本上你按照一样的思路去理出来 那就是人家人贵 对吧 人家人命贵 中国人命贱 对吧 你靠这个价命的这个贵贱的价差去赚 赚 然后再不告诉他们 再抢过来 对吧 你没说你明明这些人这些钱就是你老百姓的卖血卖来的 然后跟他说这不是你的血卖来的 这是我去卖的 就是我把你的血拿到国际上去卖 对吧 那我卖我很累的 我要分很多钱的 对吧 不然你是什么东西 不然你就血干嘛的 所以根本就你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在中国 你什么意义 你按照中国政府讲的就是你就是什么都不是 人命就是什么都不是 对吧 人的血人的劳动力人的这个思想什么都不是 一文不值 谁他妈的要听你的话 对吧 谁他妈的要你去想呢 他中国政府就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的说法 按照中共政府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对吧 没有我中国政府 你们就像就像凑虫一样的 一文不值 我得得靠我这个拉皮条的 把你们的这些贱命拿到国际上去换钱回来 然后我分你一点 让你他妈的不至于饿死 就是这样的 你像中国再有钱的人 你像又怎样呢 他们有他们分得到啥 就像马云 中国首富了吧 这种 你你你你是啥 啥东西 政府叫你叫你干嘛 你这个干嘛 叫你滚过来 又滚过来 叫你妈给我闭嘴 就给我闭嘴 你还跟我讲什么 没系统 没金融 你讲什么 你跟我讲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我不喜欢听 你别讲 嗯 就连马云的也 马云马云的命也是一样 对 你像跟国外一样 像马云这个位置 这么大一个公司的创始人 这种地位的人 被制服的老大 他妈他除了他有他的钱之外 然后他这个人 在社会上的这个各种的地位 然后这个这个各种的 受到的这种尊重这些东西 你中国人都没有 知道吧 就是命不值钱了 那你通过这种方式 你你你你赚钱 你觉得很聪明 全世界最伟大 我就疑惑了 我就搞不懂了 明显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人 就是说 我不要做 我不要像你的设备 像你像你的你的设备 你是靠廉价的 你不是什么核心的技术 对吧 你是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 你是靠堆料弄出来的 你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芯片都是他们的 我的技术 都是我的人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这些鬼 加上到美国都知道对吧 嗯 然后你过来跟我说 你你你要拿 你要你要用你的设备 我不用 我这个钱不赚 我这种低贱的钱我不赚 那哪个更聪明的我就搞不懂了 你不想多赚的钱吗 你不想你不想你你把你的这个 呃作为一个人的这个价值 发挥到最大化吗 为什么要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拿命拿血去换钱 这么低贱呢 本来搞不懂 对不对 嗯 你收到嘴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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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